又有颱風生成了 位在菲律賓東方海面上的熱地壓 在今天凌晨2點鐘 增強成為今年第14號颱風小犬 並估下週三還有週四 會最接近台灣 而颱風在接近台灣時 強度可能達到中台等級 氣象鼠表示不排除發布海景 另外有專家提醒說 就算下週颱風距離台灣還是比較遠 但是因為東北風的關係 只要颱風從台灣的南邊通過 像是在東半部地區 還有北部地區的民眾 都會非常有感 老天爺賞臉 中車廉價 各地大都市適合出遊的天氣 不過接下來東北季風南下 氣溫燒漲之外 位在菲律賓東方海面的熱帶系統 週六凌晨升成為 今年第14號颱風小犬 目前預估颱風將持續增強 到中度等級 也不排除會發布警報 到了3號 4號之後 涼空氣逐漸的稍微減弱了之後 太平洋高壓就會犧牲 往西的分量就會變得比較明顯 逐漸的接近台灣 有可能是在3號 4號左右 是有機會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以目前颱風的路徑跟 東北季風的位置 其實它並沒有很明顯的搭配到 所以說它比較明顯的氣流交匯的位置 可能還是以海上為主 目前看起來 來共辦的狀況並不是很明顯 根據各國預測路徑 目前模式的預測 可能會接近台灣 不過目前仍有變數 氣象專家彭啓明認為下周三到周五 颱風可能距離台灣最近 下周二就要開始留意 可能發布的海上各項警特報 小犬颱風壓線在9月最後一天生成 有專家指出今年9月累積只有兩個颱風生成 也創下過去37年來 9月颱風最少的一次 一年來的話呢 最低大概9月是有兩顆颱風生成 所以說其實目前9月的話 看起來還是屬於比較偏向是偏低的一個狀況 另外氣象粉專台灣颱風論壇提醒 這時節因為有東北季風的關係 就算颱風離得遠遠的 只要從台灣南邊通過 宜花東 雙北基隆 仍會相當有感 不能大意 記者 正向林一星 台報道